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5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一節又要跟大家說一說就是台灣 訪問台灣佩洛西 造成的蓮椅和骨牌 再一次出現了 所以 中共有時間煩了 早就說了 上次佩洛西來的時候 一架美國的空軍 C40就是降落 重山機場 兩個星期不夠 又有 美國議員 以及 C40 就是降落重山機場 又來了他們 是不是很開心呢 這次 中共 不夠膽追擊 因為如果有追擊的話 York就沒有時間了 又要去重山機場 繼續直播 美國的議員抵達台灣 共匪為甚麼捉蟲呢 因為上次佩洛西去台灣的時候 就是太大動作 太大的反應 一群戰狼 借著佩洛西去台灣這件事 就是大搞特搞 要將他們 失勢 的頹勢 頹廢局面就要改一改 但是現在 情況 就會很困難 因為佩洛西去完之後 絕對不是最後那個 而是 就是大量 西方世界的訪問團 正式開始 換句話說 一開始 好像坐大地 人家出了一張 牌叫做佩洛西 你就鋪天蓋地 將你手上 可以用的牌 全部 都扔出來 換句話說 人家一隻 就是梅花衫 引了你 大地 上次 中共差不多扔了大地 其實也是大地 已經沒有另一張牌可以出的了 人家隨便扔一張牌 雖然我叫佩洛西 還以軟以掌 但是 人家也不是最大的牌來的 因為這個 對上還有兩個人 其實如果你按照美國的層級 總統繼任人還有兩個 按順序 總統自己排第一 然後就是 副總統 然後才到 就是眾議院議長 還有兩個人可以訪問台灣 又或者有其他 議員也去了 到底 解放軍恐不恐嚇 接下來的議員呢 這個只是美國 其他國家 你這次 佩洛西過去 用眾議院議長的身份過去 你就是 吵冤吧 下次 其他國家 英國正在來 英國 一定會夾他們去的 告訴你 現在兩個 保守黨 競選那兩個人 全部都要反華 一個可能是真心 一個很明顯也不是的 但是不要緊 政客 真不真心不是最重要 他可能就算當初不真心 但是後來發言 原來這件事有支持 他後來也是走這個路線 這件事也不重要 本身 政治人物在民主社會裏面 他就是反映 他的民眾 支持他的民眾 他的意願而已 換句話說 他個人的意願 不是最重要的 當然 除非他是共諜 背後桌底做其他事 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他純粹是 自己選擇的政綱政治路線本身 這個不是最大的問題 你逼到他變成反中 逼到他變成反共 這就是民意本身的要求 我們一齊研究一下這宗新聞 我們再跟大家繼續 恥笑這個中共 中共 有排煩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邀請大家經濟能力許可的 希望大家繼續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薄放手同點擊 無限大法 這是免費模式 希望各位 進來聽聽的聽眾 無論你是新舊聽眾也好 希望你 幫我們做一點點事 打開節目清單就是這樣做 我們最近的黃標 創新高了 昨天 為甚麼會那麼壯觀 全部叫A32呢 就是因為 全部節目全部黃標 我們 就是需要將題目全部剷走 變成機場巴士號碼 才會令到一部份的節目能夠繼續賣廣告 請大家注意 我們會將新聞快訊調走 將它放在後備頻道 因為新聞快訊 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導致我們的評分越來越差 因為 他們的節目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才是Admin 所以現在也告訴你們 你們的節目 全部都黃了 這樣搞下去 期待會會死 所以不好意思 你們過去星期二日報那裏做了 我們兩個當然會留在星期二那裏 我們這裏是主力來的 所以大家注意 我們真的會快速開 暫時我們會觀察一段時間 再看看有沒有需要修正 我們也上載了大量的風景影片 給大家欣賞 風景影片 是可以賣到廣告的 所以請大家 欣賞 播放 無限欣賞風景 這個叫做無限循環欣賞風景大法 大家努力一點 好 又來了 這個又是C40C 今次 就是美軍富豪SPAR-11 又是一架C40 的專機 又發現 就是在8月14日 下午5點多 就是從這個 註日美軍 橫田 空軍基地 起飛 共產黨真慘了 你的紅線又被刺穿了 又有美國軍機 從軍港飛去台灣 還要擺明居馬 在你面前 降落 今次 又是重山機場 上次你說佩洛西 有星鏈保護 又說有這個 又說有那個 又說有那個 又說要派出戰機 又要說 就是他被迫更改的行道 那麼這次呢 這次 他的行道 有沒有因此特別改變 我們又找回資料看看 好像沒有 人家這次 在日本 就是一條直線 就是飛過去台北 我們完全 看不到 他的行道 有甚麼必要呢 就避開你解放軍 沒有啊 麻煩你自己打開 覆圖自己看看 他們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了 他們可能硬把那張照片 摺起來 令到他屈曲 好像空間摺疊 這樣子 就好像這個 Interstellar 製造中間的重力黑洞 令到他原本的飛行路線改變 除了 令到 那張 飛行路線的照片中間出現重力改變 行道之外 他們現在是沒有辦法更改這個 就是 這架 C40 的行道 其實 而且 不發生 也發生了 據說 已經很快就降落了 更正已經降落了 已經降落了松山機場 我們也做不像直播 真是可惜 因為這個消息 也不是太過聚焦 所以我們也是後來才看到 這個新聞 這件事就是因為這次中共 不敢大搞 如果中共這次又恐嚇這架飛機 我告訴你 我們百分之四千就一定會做直播的 到時又看看你們解放軍 那些 殲10 殲20 去了哪裡 結果 那班飛機一降落 又會全世界 好像看球那麼興奮 又入了一顆 真的很興奮 這次雖然大家不是一起看Live 但是result是一樣的 現在你給別人 就是 回開意圖 現在只是美國 在這個月也回開了你意圖 兩次了 現在兩次都是降落 這個松山機場 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第一次 他就傾盡全力 去恐嚇 他不是去救球 而是去恐嚇 恐嚇人家不要降落 人家就降落了 回開意圖 再來一次 就沒有止氣發了 你只是一個八月份 我看你怎麼跟萬千這個 就是玻璃心小粉紅膠袋了 哪些議員去了呢 其實不重要 只要有美國議員踏足台灣 解放軍就會無地自勇 你們那個包圍台灣呢 上次佩洛西走的時候 口氣很大 又說甚麼玩出火呀 又說台灣被包圍 然後 軍演的規模 比起 上一次的台海危機 有史以來最大 說到 台灣玩出火了 說到台灣要付出代價 結果 付出代價的上一次是日本 射了一顆 彈道導彈去日本 結果日本強烈抗議 中方 立即終止了他的軍演 將他的軍演 提早結束 現在 軍演 沒有了 美軍繼續在台灣 在台海中間 繼續航行 那麼 玻璃心怎麼交代呢 上次說到 幾乎佩洛西 一到達台灣 你就要武統台灣禁制 你現在 又有議員又去了 跨黨派的這個重要 不是單一民主黨的 兩黨一起去 那麼這個 這個不是 令到台獨勢力更加猖獗嗎 這個 我們當然不是這樣認為 但其實這是中共一直的說法 他一直都說 台獨勢力在玩火 切香腸 現在人家又切你的香腸 那麼你怎麼辦 你很給反應 你不給反應 這些就叫做鵪鶉 鵪鶉就是肆虐 中共這次有沒有出來譴責呢 暫時 這節報導為止 暫時未見到 中共外交部出來回應相關事項 不知道會不會說人家喘訪 人家是 大搖大擺 擺明居馬 整個航線我們看得很清楚 在日本起飛 沿著一條直線就是降落台北 這條航道 半點扭曲也沒有的 怎樣喘訪 擺明居馬在你旁邊 飛過 你的解放軍 去了哪裏 本來我們沒有人要求你 問你解放軍去了哪裏 但你每次都說得那麼激烈 所以人家現在就問你 不只是我們問你 還有大量愛國的藍絲問你 解放軍呢 下有放假 下有放假嗎 下有放暑假嗎 所以不是開玩笑了 他這次玩得越來越大 玩大了之後呢 收不到課 如果你是解放軍 你是中共 你怎麼解釋這次事件呢 又有美國 軍機來的呀 裝著議員呀 又是松山機場呀 又是日本 軍事基地那裏起飛呀 那怎麼辦呀 完全不制止呀 所以真的很好笑 他們這樣搞 真的就出事了 不過出事的不是台灣 又不是美國 出事的 叫做中國大陸 以及解放軍 這個 惡夢將會持續不斷繼續發生 接下來11月 還有英國訪問團 接下來還有更加多 西方國家 會照版主管 照跟著做 看看你們 就可以說些甚麼說話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結束了 先拍照 先來 我們的影片 falt 我們一起拍照